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5月12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洞察,浙江干部,一流的参谋,二流的将领,三流的统帅 浙江干部格局小,破例小,大局观察,掌控力弱 他们看问题比较具体,所以跟他讲国家大事,世界形势 他虽然也有一些观点,但是见解不见得怎么样 做事情,破例也相对小一些,大的是不太敢做 本土主义,地方主义,缺乏宏观的大局观 包括掌控力也比较弱,不太强势 个人感觉,浙江干部是一流的参谋,二流的将领,三流的统帅 当参谋肯定是很行,干事的话破例,就差一点 要从同览全局,非他莫属那种气魄来讲 浙江干部大部分都比较缺乏,这是第三点 浙江干部表面上低调千功,内心桀骜不逊 浙江干部和浙江人一样,都有性格,有想法 浙江人比较文明,与米之乡,书乡门第,与人处事比较平和 就事论事,不会觉得很张狂,也不太会搞那些拉拉扯扯 但是在体制里,就不是特别适应,因为有个人想法,一般都当不大 我们都知道一屋小商品市场,他当年的县委书记叫谢高华 他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搞小商品市场,搞土地拍卖等等之类的 中央来过各种各样的调查组,中央的各个部门来调研,查处 但是他就扛下来了,他本人的仕途或许受到影响 但是他把小商品市场培育起来 很多年以后,一屋人一直记着他 每年春节,一屋不少老百姓都到他家拜年 也请他到一屋看看,一直到他试试 到现在,一屋人都没有忘记他 浙江,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至22 本文作者野峰,浙江研究学者 中国将从周一起派特使前往乌克兰和俄罗斯 彭博社 据中国外交部称,中国政府欧亚事务代表李辉大使将于3月22日星期一作为特使访问乌克兰、法国、德国、波兰和俄罗斯 一些人认为,此次访问旨在帮助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战争 同时提升习近平主席作为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此前,中国因未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 促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特使将访问该国 该决定被描述为非常重要 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和平谈判的机会 以改善其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七国集团财长在领导人峰会前在日本举行会议 德国浪潮 这七国家的金融领导人周五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峰会的第二天会议 他们在会上制定了下周在广岛举行的领导人峰会的预期金融议程 讨论的话题包括对乌克兰的支持 全球经济增长 通过膨胀 以及美国在提高美国国债上限问题上的僵局 尽管中国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并未被正式列为官方话题 然而,有报道称 财长可能会非正式地讨论可能针对中国的投资管制 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话题是 美国党派在美国债务上限和潜在违约问题上的国内政治僵局 耶伦说他没有与他的新中国同行有过接触 彭博社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 由于拜登政府试图重建与中国的关系 他尚未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交谈 耶伦是在日本新协举行的七国集团 G7财政官员会议间隙发表上述评论的 自习近平主席三月改组中国政府以来 美中高层领导人之间缺乏接触 这表明拜登政府鼓励的重新接触进程岂不缓慢 然而,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起事件是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与中国最高外交官最近进行会谈之后发生的 白宫将为期两天的会谈描述为建设性的 耶伦曾在1月份会见了利丰的前任刘鹤 在美国击落了一个据称于2月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后 耶伦原定的访华计划后来被取消 挪威首相对来访的中国外长表示挪威关注中国人权 路透社 挪威首相洛纳斯·加尔·施托雷在奥斯路会见中国外交部长 秦刚时表达了对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的担忧 斯托尔表达了他的担忧 及香港的发展对人权构成威胁 而且新疆存在持续存在的问题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入于8年 纽约时报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 在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后被判处8年徒刑 他在2021年试图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时被拘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采取措施 消除任何被认为对党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 即使是那些敢于直言的人 在被判刑一个月前 另一家中国法院分别判处两位知名人权律师许志勇和丁家喜14年和12年徒刑 特斯拉在中国召回110万辆存在制动缺陷的汽车 彭博社 特斯拉必须修复其在中国销售的几乎所有汽车中存在的加速缺陷 当驾驶人将脚从油门上一开时就会出现问题 通常发生的情况是额外的能量被转移到汽车的电池上进行充电 减速变得偶然 从而导致碰撞风险和安全隐患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特斯拉在其上海工厂生产或在2019年1月至今年4月期间 进口到中国的约110万辆电动汽车将需要通过无限方式发送软件修复到纠正问题 由于这个缺陷 司机可能会错误地踩油门 以为这是刹车 还需要向司机发送电子通知 从2014年到3月 特斯拉在中国销售了约112万9055辆汽车 目前还没有看到特斯拉代表的回应 前NBA球星霍华德称台湾为国家激怒中国人 路透社 前NBA球星德怀特霍华德在与台湾副总统的宣传视频中称台湾为国家后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到批评 中国声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 并表示该岛是北京统治的一个中国的一部分 这使得副总统将台湾称为自由国家 以及霍华德支持一下让游客在台湾过夜的活动总统办公楼令北京深恶痛绝 许多人指责霍华德推动台独 中国坚称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意味着它被排除在许多国际组织之外 其运动员打着中华台北的旗号参加国际赛事 中国科技精英引领人工智能创业狂潮 日今亚洲 中国科技巨头越来越多地涉足该国的人工智能领域 前阿里巴巴副总裁贾阳青等知名人士 正在辞去现有公司的职务 在这个新兴行业开创自己的事业 这一转变是在今年OpenAI的ChatGPT项目 引起人们的兴趣之后发生的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大多数人工智能企业 都是由学者或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创办的 中国外交部长敦促挪威携手实现贸易自由化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敦促挪威加强合作 特别是在绿色经济领域 共同反对经济保护主义和脱钩 秦说 自从挪威企业早在1888年就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挪威一直是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 秦已经进行了三个国家的旅行 现在在挪威 挪威是中国在欧洲的主要化肥 有海鲜供应商 尽管两国在2016年底实现关系正常化 但经过近20年的谈判 去年自由贸易协定FTA再次陷入僵局 一系列悲观的经济数据 使人民币跌至两个月低点 南华早报 由于一系列糟糕的数据 人民币对美元跌破了6.95的关键关口 这使该货币对美元汇率处于两个月低点 企业客户的大规模抛售 将人民币推至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然而 由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呼吁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并且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亚洲市场 包括韩国的COSPI指数 日本的日经指数和上海的综合指数都出现上涨 在中美关系再次受到打击数小时后 这似乎缓解了紧张局势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旨在控制信息流动的新规则 欧盟称中国将利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 金融时报 欧盟首席外交官约瑟普·博雷尔表示 欧盟必须对中国的全球野心做出回应 并意识到他将利用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的地缘政治优势 内部人士表示 在为期两天的欧盟外长讨论议程中 会谈的重点是调整欧盟对中国的立场 采取伙伴 竞争对手 对手三管齐下的方式 更加强调 对手 在一封信中 博雷尔赞成去风险化战略 而不是接受美国的强硬态度 并敦促欧盟领导人找到一个连贯的战略 来应对北京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 中国智能手机品牌OPPO 在充足驱动下关闭芯片设计部门 南华早报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OPPO突然关闭了芯片设计部门ZiKu 将其归咎于全球经济和智能手机市场的不确定性 尽管日益敌对的美国政治环境阻碍了中国的芯片收购和制造 但未受到严格审查的半导体行业是该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OPPO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 而ZiKu估计有3000名员工 欧盟考虑制裁对中国关系的影响 金融时报 欧盟EU外长将举行两次单独的会议 试图确定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并解决该国涉嫌在乌克兰战争中产生影响的问题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会议 将讨论一项新的欧盟与中国打交道的联合战略 而在布鲁塞尔 另一个小组将重新调整 针对俄罗斯的第11轮制裁方案的提议 该方案将明确打击 据称向俄罗斯出售违禁商品的中国公司 后者认为 更普遍的措施应该针对促罗斯出口的欧盟公司 而不是非欧盟公司 以避免疏远或推动各国与莫斯科靠的更近 特朗普发出警告 乌克兰面临快速增长的压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最近对乌克兰的评论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及该国的命运 可能会在2024年大选中掌握在美国选民手中 特朗普拒绝透露 他是否希望乌克兰总统弗拉基尼尔 泽伦斯基在俄罗斯入侵后赢得战争 这增加了美国战争的政治压力 可能会给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军队的攻势增加压力 特朗普可能重新掌权 也可能促使俄罗斯总统弗拉基尼尔普京延长冲突 希望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可以被利用 特朗普卷入乌克兰冲突突显了桥 拜登总统等主要参与者的政治算计 和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 其遗产取决于乌克兰的生存 特朗普对乌克兰的看法 受到基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驱动 这种思维方式通过美元和美分等式来看待世界 共和党人对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作用的看法已经软化 这是特朗普试图利用的一个因素 然而 共和党在国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 如果特朗普重新掌权 乌克兰将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该国的命运可能掌握在美国选民手中 自2014年以来 华盛顿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10亿美元的援助 但特朗普对全球联盟的交易观点 反映了他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狭隘看法 特朗普的交易观点忽视了近80年来美欧伙伴关系 帮助确保欧洲和平 并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实验之一的方式 动荡时期过后 美中谈判给投资者带来希望 彭博社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 Jack Sullivan 在维也纳会见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 以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会议提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总统通话的可能性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出现了三个月来的最大涨幅 这与会议的消息有关 在香港上市的科技股也连续第三天上涨 分析人士警告不要看涨 并指出两国之间仍可能出现冲突 从台湾到供应链 G7中值得关注的中国话题 日本时报 G7领导人将于下周在广岛举行会议 讨论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等问题 以及如何就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锐异强硬的步骤与中国进行接触 上个月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就与北京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一致 但随着该集团对北京的立场可能会重新定义 围绕如何最好的从战略上管理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紧张局势将继续成为一个话题 英国结束香港问题还为时过早 彭博社 在中国实施国家安全法取消该国保障的许多自由近三年后 英国正试图恢复与香港的关系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发表主旨施政讲话 副主席韩正出席英王查理三世加冕典礼 而五年来首位防港的内阁大臣多米尼克·约翰逊则誓言要促进贸易和投资关系 鉴于英国需要保护其经济 一些人认为这是英国的务实举措 去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8% 而从中国的进口仅增长了四分之一 然而 保守党鹰派人士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批评此举 英国批评中国不遵守中英关于香港管控的联合声明 接纳了超过14万名香港人 并进一步呼吁关注英国公民黎智英 他因经营一个受欢迎的亲民组织而被监禁 自2019年以来的民主报纸 中国中芯国际预计第二季度国内芯片订单激增 日经亚洲 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表示 来自新国内客户的订单激增将推动第二季度的盈利 但补充说今年芯片行业的前景仍不明朗 该公司表示 新订单将使其工厂比第一季度更加忙碌 美国第二外交官温迪谢尔曼预计将离职 报告 南华早报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预计将在夏季离职 但他的继任者尚不清楚 谢尔曼是一名外交政策资深人士 自2021年4月起担任该职位 并参与了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多个政策领域 没有给出他离开的原因 国务院也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中国国债监管机构调查主要银行的发债工作 彭博社 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 NAFME 扩大了对中国主要企业债务市场的调查 调查了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 监管机构正在调查诸如收取低于市场价格的承销费 以及一级和二级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价格差距等做法 多年来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一直在施加压力 要求加强对该国债务市场的监管 因此加强了审查 欧盟计划调整对华政策但保持平衡 路透社 欧盟正在寻求重新调整其对华政策 以降低经济依赖北京的风险 同时继续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 欧洲对外行动署撰写了一份长达企业的文件 在欧盟各国外长会议之前向欧盟各国政府提交了该提案 该文件建议 为了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风险 欧盟应更严格的筛选投资 实施更强有力的出口管制 并在半导体、电信、电池、原材料等关键领域 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和关键矿物质 该文件还指出 与美国的协调仍然至关重要 EMDB丑闻 刘特佐躲在中国 这取决于你问谁 南华早报 关于被指控 在该国正在进行的EMDB腐败事件中 扮演关键角色的马来西亚金融家 Joe Lowe的猜测重新点燃 最近 马来西亚总理表示 他的政府正在与许多国家合作 推动将刘特佐引渡到马来西亚 发表声明后 记者汤姆·赖特·Tom Wright 在Twitter上称 为具名的国家包括中国 根据消息来源 刘特佐躲藏在中国 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这一指控 北京通过严格考核地方干部加强粮食安全 南华早报 国家粮食和战略储备局表示 中国将对地方官员进行严格的绩效评估 以确保他们保护耕地和确保粮食生产 如果省级干部不满足耕地面积 作物结构和粮食产量的指标 他们就有可能无法通过考核 近年来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全国可耕地面积减少 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 针对这一担忧 北京正在探索多元化进口来源 并减少部分食用油的国内消费 港股连续三日下跌 京东大涨 南华早报 得益于京东的强劲业绩 中国股市上涨 帮助抵消了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 恒生指数升0.3% 为三日来首升 并周跌幅收窄至1.4%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2%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3% 京东第一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增长57.7%至31亿日元 4.45亿美元 导致该股飙升7.3%至145.20港元 18.50美元 中芯国际股价也上涨3.7%至20.85港元和2.66美元 此前该公司公布预计本季度金元交付量将回升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 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与访问 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 www.villduedbrief.com